马王相争到底要争到什么时候呢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指示党中央组成了专案小组 称对立法院长王近平党籍案 在不修改党章的原则下寻求解决方式 而马英九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而王金平如果接受这三个条件的话呢 那马英九也愿意为党内的动荡致歉 知情人士透露 马英九开的条件有三个 一 道歉 二 增订妨碍司法公正法 以及三 国会改革 那么亲王金平的人士对于党内解决表示欢迎 但一听到马英九要王金平道歉 立刻语气转应地说 那就上法庭解决 知情人士表示当初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就已经想找王金平讨论类似条件 但王金平不能接受 最后干脆连吴伯雄的电话都不接了 现在要是老剧本搬出来重演 王金平不可能会答应